我手里面拿的这个花 好多个花员说 这什么花 好漂亮 这个是昨天女神节的时候 我在直播间里面给花员们搞来的 一上架就抢来了 咱们说 这个太漂亮了 这个就是铁线连 它是一个叫银币 这玩意是边长边开花 边长边开花 你看 又洁白无瑕的 就像那些看我视频的那些女宝宝一样 春节无瑕 反正我是男宝宝 好好好 你也春节无瑕 她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爱开花 你看这个花量是很多的 所以这花员们如果说 想要养铁线连的臭毛 还有 不是很大 不要太占地方 不要乱爬 还有花量大 碰巧呢 你也喜欢这种女神白 那这个就是值得入手了 咱们家也有了 那就要来给大家叨叨一下铁线连的一个养货 因为铁线连呢 它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品种 你就让我认的话 我也认不全 它就 所以说呢 有些个地方呢 还得花友们给我指教 那这个呢 就是非常小型的一种铁线连 真的是滕北王后啊 哎呀呀 看万量很大的 你要后期它也可以长大 也可以编成一个那种大花球 不过它这个花量哈 真是无敌了 就是像满天星一样的感觉了 哎 非常非常的 哇塞哈 这个小标情的话 养护起来呢 还那句话 喜欢光照 月季绣球铁线连呢 是花园里边的三宝 月季跟铁线连都是喜欢光照的 那绣球呢 就是喜欢那种半阴的一个面了 好多的话 我在养田连的时候 遇到最多的一个就是利窟 有的话说什么叫利窟 就暴毙 养一养的就加喝一气了 就 就是 来不及给你打个招 我就走了 那种明白了吗 在那花园里边的养护铁线连的时候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突然之间 是吧 飞升了 你不要太过于飞伤 那怎么预防呢 可以用一些个杀菌的 一些个抗病的 像我经常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 叫塞浮仙安 是仙帕的一个小粉药 大家在种铁线连 种月季 不论种什么样的话 您都可以用一些 它这个鲜趴系列的一个小白药 跟一个这个小粉药 它这个蓝色的叫小白 这个叫小粉 那之所以推荐呢 不是说它给了我多少广告费 这个别人家也卖 不光是我自己家卖 确实是好用 你看一百天用一回 它能预防很多 很多的病虫害了 好吗 宝 还有呢 就是说铁线连的一个用途了 它跟月季都一样 月季锈球铁线 它们三个品类的话 用途都差不多 都基本上一样 你不用太过于纠结 这个东西呢 可以爬腾 好吧 在夏季超高温的时候 避免一下强光的一个暴晒就行了 好的话说 老花一我到手以后 要不要换土的这个事呢 您就打开看一下根系 如果根系长满了 您就换土 好的话说 铁线连用什么肥 其实 施肥跟人吃饭一个道理 你不可能说山东人 山东人只能吃煎饼 咋的呢 山东人吃米饭 割牙还是吃馒头 叶的话 你们山东也吃馒头 那咋的就不能吃米线吗 所以说你不要纠结那个事 关于植物的施肥呢 跟人吃饭一个道理 啥 什么植物 什么肥 用通用型的 开花量比较大的时候呢 就用官花型的 你像这种一般的通用型的话 就以花多多一号 官花型的话 就以花多多二号 这种就完全OK 没问题的 好吧 像我们家的小白猫一样 白非常漂亮 还有啥 比较耐寒 室外盆栽的话 零下十度以上 是完全可以实现越冬的 然后到深秋的时候 记得稍微埋得深一点 把这个藤子稍微埋上去一点 这样的话 它会蒙很多的新芽出来 长得会总体比较旺 好吧 好了 我们撸猫去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喜欢天安良 记得来我们家 我们家已经上了 嘿嘿 白了白了白了 下集再见 谢谢